心存疑虑 但孙盛荣还是因为张大哥的一句话 回到了徐州 张大哥看到孙盛荣来找他 特别开心 第二天就去银行取了一千块钱 要知道在当时 那可是张大哥一年的全部收入 张大哥帮孙盛荣张罗着租店面买家具 这理发店总算是开起来了 老板伙计都是孙盛荣一个人 有时候忙不过来 他连饭都顾不上吃 张大哥就经常从单位的食堂 打包一些吃的带给他 就这样 理发店顺利经营了一年多 孙盛荣恨不得一天干十二个小时 因为他内心有一个想法 就是早一点回报张大哥 没想到出人意料的事又出现了 一天孙盛荣忽然接到了通知要回老家 参加体检去当兵 这当时孙盛荣以为啊 体检之后自己可能就会有时间 回来继续开店 然而体检通过之后 他就直接应照入伍了 根本没时间再回徐州 那时候不像现在 通讯不方便 没有电话 没有网络 他这一走 就和张大哥彻底失去了联系 到部队后 孙盛荣曾经给张大哥写过一封信 但发出的信 却时辰大海 没有任何的回忆 退伍之后 孙盛荣投奔了在西班牙工作的姐姐 从上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10年同样的笨的方法 在那个许州到处就说 以前他住过的地方啊 包括他以前的所有人朋友啊 都去这川子里面找 还是找不到 现在的时候跟他聊去这个事情 是他又支持我 当时我找了两次 已经心里有点失望掉了 后来他开车 带我去找去找 还有呢 就是说我找到房子 我挨家挨户地去问 他周边家边上的人 那些老人 我所喜欢的 问这个名字 总会有找得到吧 因为我当然 就记住他一个名字 张阿明 比较我什么都记不得了